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美國聯儲局宣布退市及維持超低息環境 美股昨晚大升292點 泰區股市早做好 港股亦高開261點 開步23404點 不過已是半日最高位 受到內地股市拖累 大市開市後升幅不斷收窄 其後更曾經倒跌超過80點 低見23,060點 恆指中午收報23,153點 微升9點 半日成交額362億 美國聯儲局宣布退市 顯示對美國經濟復甦的信心 出口股今早表現向好 尼豐、創科、德昌電機及韋達全線上升 分別升超過0.7%至1.6% 而另一方面 人行繼續暫停業回購操作 來股個別發展 建行及農行分別跌超過0.5% 主公行升0.8% 今天一共有5隻新股上市 其中以福壽源表現最好 中午收報5.09 較招股價3.33 高接近53% 每手賬面正賺1,760元 至於加利物流、海羅創業、康神日業和華埃之庫 分別較招股價高4%至33% 焦點股方面 中國福電獲華電福生入股一成 股價升超過10% 另一方面 華電福生被股東接任配股減遲 股價跌超過2% 另外 米蘭站發營警 預計全年業績將會錄得顯著虧損 股價跌超過6% 接著看成交股份方面 內地股市下跌 安石A50跌0.6% 收視之後將會有3分鐘視頻 再見 再見